各位來賓,大家下午好。歡迎各位來到澳門大學榮譽博士講座,由吳家瑋教授主講的香港科技大學的來龍去脈,一個老海歸的新路歷程。 首先,有請澳門大學校長趙偉校長致歡迎詞,並介紹吳家瑋教授。有請。 請到我們的主講嘉賓,香港科技大學的創校校長吳家瑋教授。吳家瑋教授不僅是香港科技大學的創校校長,他同時也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學家和教育家。 幾十年來,他滋滋不見地推動科技發展、教育下一代,充分體現了利益莫大於教師的古語。 吳家瑋教授早年成長於香港,中學畢業後,創美求學。在Giorgia College獲得物理和數學的bachelor學位。 然後在Washington University取得了物理學的碩士和博士。1983年,僅45歲的吳家瑋教授,就成為舊金山 University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的校長。 大家要知道,清華大學昨天前兩天,大概剛剛任命的一個新的校長,48歲。 我們還沒有打破我們吳教授的記錄。 他而且是在美國首名華裔的大學校長。 多年來,吳教授燕憂不理各種領域發表著作一百多篇,獲得多項獎項和榮譽。其中包括, 小二級華盛頓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英國女皇所受的勳章。 在2000年,香港特區政府頒請給他紫禁章,並於2001年受到法國總統的榮譽軍團騎士行章。 2001年,胡家偉教授從他的大學校長職位退休,但是仍然大力促進中國和甚至全世界的科研和發展, 和澳門更有淵源。他也是我們第一屆國際顧問委員會的委員,一直為我校的發展出立憲策。 也正是由於他對科技界,對中國的教育界,特別是對澳門的貢獻,我們去年給他頒受了社會榮譽博士學位。 今天,吳教授專程來到澳大和我們分享他當時創立科技大學的成功經驗。 相信在他的講演中,我們一定獲益良多,終身受惠。 現在,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吳家偉教授講演。 趙校長,我來過好幾次最近,都是變了老朋友了前面。 更早是周老校長,多少年前呢? 謝校長,你們說是叫謝主席,對我們來說是謝校長。 在香港,本來他是我的學長,我們就是培政,他是澳門培政中學,我是香港培政中學,他比我早一年大概。 後來在香港當校長,又比我早很多年。 現在非但為香港做了貢獻,又為澳門做了貢獻。 這個非常驚訝。 我們香港科技大學,第一次給香港的學者,榮譽博士,就是謝教授。 他一手把這個經濟大學搞起來,多辛苦啊,多少年啊,多不容易。 我先想問一下,照規矩在香港,澳門是用廣東話的。 在這兒有多少位是不懂普通話? 沒有,好幾了。 因為我希望是用普通話,因為我們究竟都是中國的大學,是吧? 不過呢,在香港呢,用普通話的話,就有些學生不懂。 所以我當校長的時候,明年畢業典禮,我講話說都是兩文三語,大概三分也有普通話。 廣東話,三分之一用英文,不同的內容。 不過很小笑,有時候有一句,比如說比較幽默的話,我用廣東話的話,就學生多笑。 用普通話的話,就大概只有三分一,一半笑。 就算懂的話,也不懂得幽默。 用英文的話,極少人笑,可見香港的英文呢,還是一個大問題。 雖然說香港現在是九成以上的學校,就算母語教也不成功嘛。 現在又要恢復用英語了,但是至少我們那個大學,別的大學, 不管說我們大學裡面的學生,英文還是有困難的。 畢業的時候還是有困難。 應該是兩文三語。今天我都試過,我試過中間有幾章,我想講的時候, 一段是用廣東話,一段是用……有多少人不懂廣東話的? 我倒想問了,不懂廣東話的大概是從內地來的學生,是吧? 我剛看舉手的話,另外,懂廣東話的也不全是澳門學生,是吧? 所以是不是跟香港有同樣一個情況,就是說,本地的學生, 在香港有香港學生對這一類的論壇的興趣不高。 但是我們有這一類論壇的時候,這個做滿了從內地來的學生。 澳門有這個情況,有。你在這點頭。 你說香港來的,所以你看的是,你說是香港的情況還是澳門? 澳門呢? 現在還是一樣。 這個就是跟我們的中學教育可能是通識方面, 人文、社會、科學這種東西懂得太少。 也跟這三年次有關,現在終於開始要四年次。 我今天想說的,其實是,剛好上個禮拜,在香港科技大學, 上個禮拜、前個禮拜說了一次。 那個是為了香港科技大學在想招大陸的學生, 有很多,那一天是大陸的家長跟孩子一起來。 所以要介紹一下香港科技大學的定位啊,定型啊什麼。 所以今天講的跟那一天一樣。 不過目標很不一樣,那一天是為科大做宣傳。 下禮拜要去也是跟了,我雖然退休十年了, 但是還是,這還是第一次呢。 以前租金屋所校長的時候,根本不要我們在附近。 但是現在陳范昌所校長呢,希望我們退休人也可以有所為學校做的貢獻。 所以我要跟幾個同事去上海去招生權。 不過每個地方講的都可以。 不過今天在這兒講的目的呢,是,我想以,唯一我知道的就是香港科技大學了。 以這個一段經歷來看看,我們國家所謂高等教育的改革啊, 或者是要創辦新的大學啊,或者什麼啊。 有一些很基本的一些原則,這當過幾位校長呢, 一定一路都是在用這種原則的。 我們這是做通用的吧。 可能有些地方我講錯了,要請你們改正。 不過像以這個經驗來說,高等教育的一種國際慣例吧。 那麼同時呢,也是作為一個老海龜,講一下自己的心路歷程。 但是從這裡面就可以看得出,主要不是講我,而是一群口老海龜。 要對著這個嗎?還是對著這邊? 對著上面? 剛剛行嗎?剛剛在這裡的時候行,現在不行了。 你看,你看。 女孩子就行,我就不行,欺負她。 那用哪一個啊?用F,F,E啊。 你剛剛按了哪一個啊? 現在又可以了? 她一走開就不可以。 香港科技大學的來龍去脈, 人家說是,你們這些年來是怎麼做的? 什麼地方假如有點成功是為了什麼道理? 我說最主要是天時、地利和人和。 地利不是說我們的風景,雖然天人為景是沒話說的。 天時,主要是1997。 說實際上很奇怪,人家說1997香港人都是跑的時候,而我們來了。 地利是兩岸三地。 對不起,我們香港人那個時候還蠻沙文的,八十年代。 應該說兩岸四地,是吧? 那個時候還是說兩岸三地。 香港人眼光看得很遠,最多向北面看,不大向西面看。 學校人和是三代的海歸。 現在是看了,現在看了很羨慕了。 人和是三代海歸。 不錯,你看,一、兩、三。 中文真是很妙。 我很喜歡用中文寫這個PPT,或者是寫東西。 這個字啊,可以調來調去啊,很好玩。 所以我常常說是香港現在。 明天我跟一些總學會談香港。 從香港科大的來路去脈,看香港灣區的過去未來。 簡直好像新年的春聯。 那個時候我就會講到我們這個海歸在香港是什麼意思。 最重要的,對一所學校來說,我想是定位。 不管你是公立學校也是私立學校。 你總要看你是為誰服務的。 為哪個社會服務的。 為哪些人服務的。 資源是哪兒來的。 誰支持你的。 那麼,最重要大概是, 我像一個一個公立學校, 我們這樣是香港的這個地區。 對地區,對地區這麼看法。 這個應該用廣東話。 有沒有? 作為本地區的主理分子之間。 我們要,因為反正寫了, 不懂廣東話也沒關係。 我們這個地區, 我們應該做主力分子之一。 香港有很多大學, 也有很多不同的社會上的不同的區域。 不是說是一個學校有什麼了不起。 我們跟政府和工商店, 要通力合作。 把香港法經濟為本的社會。 香港一路來都是一個商業社會。 但是香港那時候說, 要搞知識經濟啊,要轉型啊。 當然這些話, 二十年來就說了沒做。 但是,我們應該要幫香港發展成為 以知識為本的社會。 但是,香港要回歸了。 是中國的一部分了。 是吧? 那麼,我們應該要有一個國家觀念。 我們應該。 救命! 我應該是感動的。 我這個是聯想的, 這個非知行董事已經做了十多年。 今年應該要不做了, 不能再做下去, 否則就不是獨立的了。 這個是一個, I mean ThinkPad, 就是聯想的。 我應該感動的。 但是,我怕等一會碰壞的怪我。 所以,在國家我們希望成為中國的最優秀的大學之一, 對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貢獻來。 之一, 這個話很重要。 我很痛心的覺得現在, 我們在網上啊,報傑啊, 整個中國好像是, 家長也好, 孩子也好, 總是說是, 中國的高等教育不行啊, 不行啊。 中國的高等教育相當成功啊。 主要是過去十幾年來, 你像學生翻了兩川啊。 這麼多學生, 而且七七高考以後, 很貧窮的地區, 很貧窮的家人, 在家庭啊, 內地啊, 都有機會, 平等的機會可以考試, 可以進到很好的學校。 這個真不容易的。 那麼現在, 一下就說, 哎呀, 現在沒有蔡元培了, 現在沒有我們議期了。 現在學校, 你看當年西南聯大怎麼怎麼, 時代變了。 蔡元培是我們非常敬重的, 一位校長。 主要他因為, 他這鍋頭已經沾得穩, 他尊重學術, 同時他能夠跟軍閥對抗。 但是所謂, 波羅芝馬能夠點將, 找一些大師來, 今天的大學不能這樣的, 不可能的。 我自己是念理論物理的, 我對化學就不懂, 電子不懂, 經濟不懂, 不懂的東西太多了, 我怎麼能夠點將, 點錯來得了。 你說物理也是, 我誰也念物理我就不懂。 我自己靠理論物理的, 理論物理面, 高能天文我都不懂。 就算我自己是凝聚太物理, 我有很多東西不懂的。 所以每樣的東西, 要有專家, 教授, 自校嘛。 所以我寫的那一本書, 講一些人物字, 像柯道的同創, 最重要就是, 那個時候出版的時候, 商務影書館說, 你這個名字沒人買了。 同創是什麼意思? 我說絕對不能改, 是一群人一起創的。 任何事情, 一個團隊一起去做可以。 一個人要毀壞就可以, 但是要真要做事, 是一個團隊的同創。 所以今天的講學, 跟那個時候不一樣。 再說, 西南聯納, 那時候是本科嘛。 本科的話, 你找大師來是講學, 是吧? 不是做他的真正最領先的研究工作。 這個不大會錯。 西南聯納也只有幾年, 也是台灣一線。 我聽說, 好像裡面也有很多真傲的, 真正的。 那麼, 出了什麼? 出了好多名人, 大概五個十個叫得出來的。 楊正琳和李森道, 都是本科生的。 李森道練了兩年就出去了。 那我們今天, 中國的高等教育這些大學, 尤其前二十年大學, 沒有出很好的本科生嗎? 為什麼外國的名校, 都要來搶了去做研究生, 做博士生, 而且出去以後非常急促嗎? 你再說, 前學生自問, 問的有道理, 就是為什麼中國好像自己大學 還沒有出特別急促的人才, 但是我不同意, 我們出了幾處的人才。 本科很急促, 當然他們到真的拿獎啊, 什麼特別的工, 但是出去了留學以後, 那也不奇怪, 中國這大學停頓了這麼多年, 真正是發展的快, 是九十年來以後, 這幾年, 時間還沒到嘛。 這個時間會來的, 會來的。 當然, 他年紀大了, 等不及了。 我七十四歲了, 我也等不及了。 但是有些東西是要有一個過程的, 你研究, 學術研究啊, 這種創新啊, 一定會來的, 而且會來的很快, 遠遠比我想像快。 所以, 說了這麼多, 我們中國立地有很多優秀的大學, 港澳有很多優秀的大學, 不同類型的大學, 台灣有很多優秀的大學, 我們假如能夠, 最優秀的大學之一, 就已經不錯了。 世界觀, 我們希望做一個世界級的學服, 怎麼叫世界級的學服? 不可能樣樣都做, 我們資源有限, 在每一個精選的教研領域裡面, 要走在國際前沿。 我們有一個運氣的地方就是, 我們是一張白紙, 從頭開始, 我們可以精選一些學科, 在資源能夠養得起的情況下, 使那些精選的, 假如能夠走在國際前沿, 那這個學校已經可以說是世界級的, 其實世界上任何最出名的最強的大學, 也不是一樣的都好的。 假如香港比如說有八所大學, 每一所大學有四五樣東西, 相當好而不要重複, 能夠合作最好, 假如有幾樣能夠很好, 香港所有這些大學就已經是國際級的了, 不是說要大而全樣的都要。 所以我們的定位在地區、國家跟世界觀, 大概是這樣。 跟著就要說定型了。 你知道你是為誰服務的, 資源而來的, 那麼你什麼類型呢? 高等面小種類很多, 我就隨便寫六種出來, 我相信你們寫的話可能不是這六種, 可能有些可能重複了, 無所謂, 就是大字看一看, 有綜合性的, 就是學科齊全, 什麼都要。 服務面非常廣, 學生很多, 包括我這個校稱所G58, 八十年代就有一陣子, 那也就是說, 讓你學科齊全, 好像是最重要的, 所以合併, 這兒合併,那兒合併。 浙江四所很好的大學合併成一所, 所以四千多萬人的一個神, 就一所一流大學。 其餘很多還是不錯的學校就, 對, 杭州大學就很不錯的, 合併要合併到這個, 那農學院, 醫學院可能要, 因為當時跟著蘇天老大哥, 五十年代的手分開, 可能要合併起來, 但是杭州大學就不應該去合併, 那時候一陣風, 但是大就一定好吧, 我記得有些大學, 我就不說誰了, 在中國就說, 我們是最大的學校, 真大, 但是據我知道最大的學校世界上大概, 可能是墨西哥這個國立之主大學吧, 它有三十多萬學生, 那麼它有些東西不錯的, 藝術美術, 在這方面這個, 墨西哥是很強的, 但是你說世界真正的出名的, 尤其是研究型大學, 尤其是研究型大學, 大概不會想到它, 是吧, 這個是一個局部吧。 第二種是研究型大學, 那一般的名校, 哈佛啊, 劍橋啊, 布里克里啊, 什麼, 都是這一類型的, 學科相當多, 但是有所為有所不為, 部分學科表現特別出色, 就算是他們, 也是部分而已, 有些東西根本不怎麼, 比如說哈佛, 傳統的這個工程就沒有, 你說MIT, 麻省理工學院, 沒有法學院, 沒有醫學院, 這完全是, 你要還是, 他們還是要精選的, 為什麼他們排名很高, 這個排名是很壞的一件事情, 雖然是, 有些, 有些, 有些這個, 我看把我們五個, 五個排得非常高, 但是, 這個, 這個, 排名是不同類型的東西, 怎麼能排在一起, 主要排名, 還是看教授們的研究, 學術研究, 但是, 像哈佛這些都是, 我們有一位教授, 有一次在教授會議, 他站起來, 我在Brickley, 四年念本課, 在哈佛四年, 念這個博士學位, 八年裡面, 沒有碰到過一位好教授, 最好的教授見都沒見過, 但是, 由於他們研究好的, 跑去念本課, 不一定好, 好是有好處的, 因為這個名譽好了, 所以好學生去了, 學生之間, 彼此學習, 這個還是蠻重要的, 但是, 並不是因為, 因為出名的老師上去講, 我認得, 幾個這個, 這個, 這個物理的名人, 至少有兩個, 講述的時候你會睡覺的, 他可能也會要求你睡覺, 但是有一個省, 一個省, 拿了, 唯一的拿了兩個物理的, 諾比奧獎金, 教學型的大學, 它是提供優質教學, 也做科研, 也做研究, 但是他的研究, 主要是為了要, 跟得上他那個專業的時代, 能夠豐富自己, 能夠實際, 更有興趣, 更有趣味, 教學教學更好, 他也做, 但是, 基礎研究呢, 是退居二嫌, 就是說, 不是由於發表多少論文, 而升級, 他的教學可能是很重要, 等於是研究型大學, 教授也重要, 但是這個著重點, 也不太一樣, 專業型的, 規模比較小, 在某些精選學科上, 集中力量, 培養專才, 比如說, 加州理工學院, 只有兩千學生, 九百多個本科生, 一千一兩百個研究生, 它是很精選, 規模蠻小, 最可能是, 好的例子, 是法國的一些, 法國有兩種大類型的學校, 一種是國立的, 比如說, 巴黎大學, 有十三所, 裡面有八所在做案, 那些國立的大學, 公立的大學, 是, 只要你高中畢業, 你就可以去, free emission, 每一個學校, 不是一個一個學生選的, 但是另外有一套, 有兩百多個, 幾年前有兩百五六十個, 這些很小, 非常專, 太專了, 專到這個情況是很夹窄, 比如一個橋梁學院, Ecopolitic League, 至少十年前, 我去之後只有四百多個學生, 但是呢, 是拿火輪, 那個時候搞的, 學生呢, 這個出來, 這個典禮, 比如說, 法國國慶的時候啊, 像凱旋門這個, 這個, 超過去的時候啊, 第一群就是他們的學生, 穿了這個時候, 那個時候的軍裝, 戴著船的帽子, 有配件, 沒有意思的, 後來搬到巴林外面去了, 現在有他們自己的高球場, 就是, 這幾百學生, 但是, 有一些呢, 曉得這個這麼窄的, 所以他們要合起來組織一個聯盟, 比如說, 所謂巴黎科技大學, 其實是有思索在一起的, 有一個時期, 跟我們學校, 我們科大, 合作得非常緊密, 但是, 我退休以後, 總結就是斷掉了, 這個, 它現在跟好像是清華還是北大, 還是統計大學, 關係非常好, 這些學校, 我想起了, 我們五十年代, 我們學科調整的, 就院系調整的時候, 在內地, 學的是蘇聯老大哥的辦法, 就是專業分得很閃, 醫學院什麼都分出去了, 我想蘇聯可能是俄國的傳統, 而俄國呢, 我猜大概是彼得大帝的時候, 他把窗打開, 說讓西風吹進來, 而吹進來是法國的風, 所以可能是那個, 沿著那個傳統過來的, 因為我們中國有些地方, 是德國, 日本那邊的, 這個制度來的, 這些學校非常重要, 要考進去的, 法國的consego很難進去的, 而且出來以後是, 學生是很強的, 這個是專業型的, 培訓型的, 針對社會, 各行各業所需, 從事這個, 職業培訓和應用開發, 可能最好的例子, 是英國式的Polytechnic, 但是在Suchel Food的時候, 大概為了要省錢, 把它們都改了, 改成大學了, 所以呢, 有些標準也變了, 香港理工學院, 香港城市理工學院, 原來是英國式的Polytechnic, 我自己常常說, 在60年代的時候, 香港的工業傳統工業, 開始起飛的時候, 我覺得我自己個人覺得, 香港理工學院的貢獻, 要比香港大學, 跟中文大學加起來還高, 那個時候有這個需要, 其實後來也有這個需要, 可惜90年代的時候, 這個教職會一刀切了, 所以現在有時候, 功能不是那麼清楚了, 應用開發, 也是他們做的, 比我們好, 現在吃午飯的時候, 有一位教授提出, 比如說柯大那個時候, 有一個教授, 做香港的脅迫研究, 做得蠻好的, 但確實際上是做得蠻好的, 他說, 那麼你們學校器重不器重他, 我說,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是教授自校, 有些什麼時候升級啊, 什麼時候是系理決定, 院理決定, 我不一定知道, 但是我說, 這個可能跟, 說不定協博做得很好, 但是在我們學校裡, 不一定升級, 因為我們主要做的, 學術研究, 基礎研究, 協博研究這種, 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就是應該在理工學院中, 譬如說, 當然, 每個教授自己決定他要做什麼專業, 就是, 有不同的類型, 普及型的, 運用各種形式, 大規模從事全民教育和終身教育, 那麼, 譬如說, 英聯邦裡面的公開大學, 相當也有, 這個, 美國的社區學院, 加州就有一百零幾所, 我們國家的電視大學, 老年大學, 成人學院, 成人大學, 每一種都很重要, 你怎麼可以說, 隨便排名, 每一種都有一流的, 我剛剛教學型的, 譬如說, 美國的Liberal Arts College, 波亞學院, 這個我們中國沒有, 其實這個美國可能是獨有的, 這個就是, 學校比較小, 師生關係比較親近, 而且老師跟學生關係好, 進會大學在這方面, 是為我們中國做出一個標準出來了, 嶺南大學也有這條路, 像這種, 這個現在在, 其實, 解放前中國的一些出名的大學, 教會大學, 燕京, 嶺南, 這個, 嗯, 精靈, 這個, 還有, 上海那個時候, 還有, 戶江, 戶江, 對, 戶江, 很多這樣的大學都是那個類型的, 就是解放, 現在沒有了, 我剛退休的那一兩年, 我有一次跟這個教育部管這方面的副部長, 吳吉利說起, 他說, 好吧, 你到上海去辦一所, 我們支持你, 我們支持你, 我太老了, 不能辦學校了, 沒這個本事了, 高等教育一定要多元化, 因為不同地方, 不同時期, 不同情況, 社會有不同的需要, 六個類型, 通通是需要的, 求學者, 學生不同的性格, 不同興趣, 不同天賦, 不同志向, 不同處境, 你不能說, 這個社會, 只有一類的學生出來, 大家都要去研究新大學, 你不能說每個學生都要走同樣的路, 你不能把一個方的柱子, 硬要塞到一個圓的洞裡面去, 所以每一個類型都有它獨特的功能, 所有在一起分工, 為社會做出貢獻來, 每一所院校, 應該都能夠他自己選的類型裡面爭取, 成為那個類型裡面的國際依領, 至少那個六個類型, 航航出狀元, 都可以變得激流, 像香港理工學院, 完全, 假如說沒有變, 香港的有些人沒怎麼變, 城市理工學院有一點, 這個對國以前我好像不清楚, 香港理工學院完全可以做成, 英國式的Politik裡面的第一流, 甚至於前三名, 那麼, 我們進行什麼呢? 剛剛我寫的裡面, 我們大概是研究型的, 因為學科還相當多, 但是有所為有所不為, 部分學科表現得特別出色, 希望表現得特別出色, 但是我們的規模比較小, 到我退休的時候完不到七千學生, 現在不到一萬, 現在三改四可能會稍微多一點, 但是還是算是比較小的, 我們只能夠在某些精選的學科上面集中力量, 培養一些專才, 所以我們大概這兩種之間吧, 可以說是一個研究型的科技大學, 問題在怎麼精選學科和專業, 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面, 內地跟香港經濟是分家的, 那有些這種話是澳門也對的, 港澳跟內地經濟要分家的, 因此一切的教學和研發的資源, 一定要來自本地, 那麼香港也好,澳門也好, 我們資源有限, 養不起每樣東西都能夠出人頭地的大學, 那就不能不精選, 要對得起香港貢獻於國家, 對起高澳門貢獻於國家, 還有立足於國際一流的話, 有些東西一定要以精取勝, 把僅有的資源, 人也好,物資也好, 集中於小量少量精選的學科和專業, 盡力把這些學科經驗能夠高得出人頭地, 這個是我們的宗旨。 我很不喜歡穿上裝戴領帶, 我今天是, 我知道我們領導們一定是全副武裝出來的, 我只好戴, 不當校長最好的地方就是, 我可以穿個T恤短褲在校園裡亂跑, 其實我書裡面說過, 我那個時候就算是當校長的時候, 一到禮拜六禮拜天, 尤其是夏天, 我就是T恤短褲, 那個時候我們那邊的美景, 引到一些新婚的人到我們這裡來拍照, 現在還有, 女的穿了婚紗, 男的穿了大禮服, 偶然有人認得我, 叫我一起拍照。 所以我書裡面說, 有些人看看他們從前的婚禮照片, 一定有一張非常奇怪的。 好, 那麼我們怎麼選呢? 我有這個能力選嘛, 我懂的東西太窄了, 我需要人幫忙。 那麼, 在美國, 年紀輕一點就做了西主任院長, 有一個好處, 就是, 認得的人多了, 那個網絡比較大。 那麼, 華人圈子裡面, 大概因為是能做到行政理不多, 所以有時候有人, 無緣無故的看得起。 所以認得的人呢, 就是靠打電話什麼, 就可以找到很多人, 義務幫忙。 最多的時候, 有過八十幾個義務部門。 可能是八九成是華人, 也有是外國人, 洋人。 這很奇怪啊, 我們自己中國在外國, 我們把人家叫成外國人。 我們啥文的厲害啊。 這個, 等於是現在這個香港也是啊。 中港之間, 好像香港不是中國這樣。 我聽了這個就討厭。 中港之間, 這有問題是中澳之間嘛。 當然, 講說是內地呢, 就是內澳, 內港好像比較難。 這個, 還有呢, 沿海一帶不承認是內地。 你說, 還是台灣那個說法好, 說是大陸。 當然, 海南人不大願意說是大陸。 但是, 遲早那個橋要造好了, 所以海南也會搬大陸了。 所以可以說是陸港之間, 中港那天就很難過, 已經回歸十幾年了, 還在搞港獨嘛。 那麼, 那個時候我還在美國工作了, 所以晚上大概八點, 從大學回到家裡, 八點到上午三點, 十個月還沒回來之前, 知道要回來了, 就在, 我老婆跟我在電腦, 一架, 一台電腦跟一個傳證機, 那個時候還沒有E-mail的, 要靠傳證的前面, 就到處跟這些義務顧問通消息, 告訴他們香港的情況, 就是把他們引進來。 你假如隨便找一個顧問, 你說是, 我們將來這個專業怎麼辦? 人家才有時間去替你調查嗎? 還有時間說是替你寫東西嗎? 要人家幫忙, 一步一步把它引進來的, 所以開始問的問題是很容易回答的, 然後呢, 稍微問深一點, 問深一點, 最後還要跟他說, 假如你說的這個專業很好, 我們該做的, 但是, 要多少學生啊, 多少老師啊, 什麼階層的啊, 需要什麼儀器啊, 什麼大的儀器, 需要多少, 對手他已經給你引到這個, 他引熱喝的, 他願意不多挖點時間了, 最後甚至有些人還替我們去報價呢, 找到這些人一起報價, 所以我們交上給政府的那個, 我自己寫的46頁的那個, 那個要求的經費啊, 就是捨備的經費啊, 裡面是蠻精彩的, 主要都不是我的, 都是人家資料, 但是寫還是我這些, 每天為什麼搞到三點呢? 就因為三點, 那邊半夜三點, 是香港呢, 六點下班的時候, 所以我們上床了, 但是有些人加班, 過了下去聽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傳證機, 噗噗噗噗噗噗, 老婆跟我又跳起來, 一個禮拜七天, 神力月這樣, 但是他們對我們做了絕大的貢獻。 這個, 甚至要搞南方科技大學, 我從頭就是跟他們的校長, 就是說, 你需要整個一種班, 不可能是, 這邊創創, 那邊創創, 這個是教授之校, 你沒有教授的時候, 就要找別人的教授幫你治校, 不能做一言堂的, 不能自首話教授, 什麼就什麼。 這些人幫忙之下, 最主要有三個判決給他們, 就是第一個, 我們要不要這個學科, 要不要這個專業, 要看是否對香港的經濟, 社會和文化的發展起到作用, 對國家有沒有貢獻。 不管你這個專業怎麼火, 假如對香港的社會是沒有作用, 對國家沒有貢獻的, 我們還是不要做, 否則的話, 不會做到支持, 也沒有這個道理去做去。 第二, 有貢獻有作用的話, 能不能找得到, 能不能請得到那個學科, 或者專業的一流學者, 來做帶頭人, 現在叫領軍人物, 能不能找到這樣的人。 找不到的話, 你一開始辦得不好的話, 以後就專業搬壞了。 假如有貢獻有作用, 又能夠找得到, 甚至請得到這樣的人, 養不養得起。 你則能不能找到足夠的經費, 養他, 養這麼一組的教育人員, 讓他們有良有想有武器, 有武器, 才能把這個仗打好。 否則, 白說, 在這些判決都能夠做到, 大概是, 大致上不可能百分一百了。 那麼根據這些, 我們開辦了四個學院, 四九個系。 其實原來香港政府, 只讓我們辦三個學院, 就是理科、工科和工商管理。 那麼, 我說一定要有人文跟社會科學, 否則我們出來的, 我們同事裡面笑了, 都是野獸的, 都是野蠻人的。 錢志榮那個時候, 我說我們要tame the beast, 這個, 那麼, 我說的好聽一點呢, 就是要說把我們的腦袋 能夠拉寬一點。 你沒有一個文化的環境跟基礎的話, 你不必談科技, 也請不到好的人。 所以, 我跟孫子說, 我們一定要有個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可以小, 但是一定要。 那麼, 最後我們的之中, 就是香港人說, 好,你可以有一個學院, 但是不允許收學生, 我說這也不行, 你沒有學生的話, 你專門教人家的學生, 你請來的人也不大願意, 來的也不願意, 擔下去。 又是一個妥協, 就是說, 你可以收碩士生跟博士生, 但是不允許收本科生。 二十年來, 人文跟社會科學學院沒有本科生, 今年我知道, 爭取到了五十個。 而且是很專利的一個方向, 政府覺得好像是聽說, 好像跟科技有一點關係, 準了。 所以, 我們一開始就是只有四個學院, 那那個人文跟社會科學學院很小, 到滿的時候也只有四十多個教授, 跟我們的電子過程系一樣大, 但是從頭開始, 所有的院長, 待遇完全一樣, 系主任教授, 待遇完全一樣, 不能因為他小, 而輕視他。 所以, 十九個系裡面, 有十七個可以收本科生, 十九個一開始就可以收碩士跟博士生。 那麼, 在創校初期, 我要求盡可能把每個系, 限制這個專業, 不超過三個, 後來說不超過四個。 因為資源不夠啊, 你一分散了就搞不好了。 但是我說, 創校初期, 因為教授知小, 學術自由。 教授來的時候, 你可以選那些專業的, 但是過了幾年以後, 他覺得他那個已經不想做了, 他要走別的方向, 你真不能限制他, 他懂得。 所以, 至少開端的時候, 比較有限制。 現在還是不是分得太散。 那麼, 最重要的是能了。 怎麼找到人來? 這個要靠天時地利人和。 有人說, 哎呀, 這吳家衛啊, 你找了很多的人啊, 很不錯啊, 很有本事啊, 還有說很有魅力啊。 我說, 什麼本事魅力? 根本不是吳家衛, 是一群人一起來的。 由於天時地利人和, 有這麼一群有志者是願意一起來的。 是, 有些人是等於是, 等於是自搞奮勇來的。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待遇是不錯, 當然那個時候政府是, 對這個敬慧領安, 就好像是太欠缺了啊。 但是, 我們跟香港大學來比啊, 那時候香港大學是殖民地的這個天子, 天子交子啊, 是吧, 我們還是比不一定比得過。 但是, 要來的人一定是跟天時地利人和有關。 教授是最重要的, 因為一直說的就是教授, 教授是大學的靈魂。 我們要找的人, 當然要有學問, 要有能力, 但是也要有心。 1997對很多人來說是有微子數, 甚至於很恐懼的。 不是有心的話, 他不會來, 來了也不會待久, 待久的話也不會盡力。 所以, 一定這些三樣東西都要有, 去一不可。 要誤實, 這個時候我說的蠻多的。 在科大, 科大教授我們不大喜歡, 叫口號啊什麼, 否則可能那個時候就變了這個, 什麼, 學校的模特兒。 校訓啊, 這個訓子很可怕哦。 所以立足於現實, 這個現實在這兒, 要誤實。 但是還是要有願景, 要看得遠, 照遠於未來。 我們的教授需要這樣。 而且要正確地認定我們的定位, 清晰地認定我們的定型, 還有幾點要夠。 下面這兩句話, 我在網上給大家引用最多的, 非常誇張的, 可各位要原諒。 一流的人帶來一流的人, 二流的人帶來三流的人, 三流的人帶來不上流的人, 應該在自己類型裡面爭取一流。 一流的人可以帶來一流, 因為他有自信。 二流的人可能能力不是那麼最強, 可能判斷力不是最強, 還有小部分可能會嫉妒, 怕人家跟他競爭。 所以有時候帶來的聖罪不是二流的, 而是三流的人。 而三流的人帶來的聖罪都不上流的人。 在一些進展非常快的, 進展神速的一些行業裡面, 要就一流,要就不要一流。 怎麼叫一流呢? 在自己的內型裡面爭取一流。 我記得有一個笑話, 可能是謝孝才記得, 那個時候我們是在裕委會, 還是緒委會,還是港事部,還是政協, 好像那個年代在北京有三十幾個人, 江澤民主席來了。 我老早就認識他了, 因為他還是湊老酒的時候, 我其實應該就回去了。 認識他的時候, 他還不是局長級的, 湊老酒都還是。 做夢也不會想到變國家領導了, 是吧? 中國真是天翻地覆。 所以我們坐在那兒, 領導進來了, 他已經是國家主席了。 我滿乖的, 我坐在最後一排, 前面有住子。 然後呢, 他講完話嘛, 我來一排排, 當然在那兒要拍照嘛, 都放好了。 然後我也滿乖, 我跑到最後一排去。 他早上說, 我剛剛好像看到吳家瑋呀, 他在嗎? 他說, 他說, 學校辦的怎麼了? 我說, 一流。 這些, 朋友們同事們香港人都在笑, 忘了我買瓜, 是吧? 我說, 唉, 沒辦法, 我也不想, 我也想要謙虛一點的, 不過, 國家領導問問題, 我不能夠說光。 後來我就說, 香港不是應該一流嗎? 每一所大學在它類型裡面, 應該是一流。 每一個公司, 每一個政府機構, 每一樣東西都應該一流嗎? 不是說你一流, 別人就二流了嗎? 你要成為一個一流的大都會, 樣樣東西都要一流嗎? 所以這個應該不是, 好像不是應該謙虛的事情, 是吧? 每個類型裡面, 都有一流。 所以這個排名最壞的地方就是, 完全混在一起排, 美國至少現在有一個排名, 是把研究型大學跟這個, 柏雅學院分開來排, 這裡還是不一樣, 還是柏雅學院裡面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在這些要求裡面, 天使一九九七, 那天使地理能和我每一樣講三條, 當然很多東西是, 英文說是oversimplified, 太過分簡化了, 但是時間有限, 明天時間多一點, 有一些同學, 會來我們聊天室, 唱開來談, 不是像這麼嚴肅的帶著空袋, 明天不帶著空袋, 可以喔, 吃哪一個空袋, 那麼可以什麼都唱開談, 尤其要談香港的未來, 什麼, 我會講很多罪罪人的話, 消息介紹, 你好像在香港, 不常講罪罪人的話, 香港這些觀眾, 我討厭死了, 黑面的水來, 但是他有本事。 一九九七, 一九八四年中英席議定了, 直到十三年以後, 香港要回歸了, 我是一九八八年回去的, 所以算是一個老海龜了, 我們已經看到, 一百五十六年的英國殖民地管制, 要記說了, 香港要準備回歸祖國了, 這一點, 對我們那個時候, 我這些年級, 在美國留學還沒有回來的人,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可以說最早的那個, 是來個人, 謝小多仁的, 像張明剛這些人, 都很明顯, 假如不是一九九七的話, 是不會回來的, 在美國已經是在很強的研究所, 或者很強的大學裡面做教授, 像張立剛家裡, 他來了以後, 給他住的蠻好的, 一百五十平米的一個, 一個單元, 然後看台的, 但是你到他美國家裡去過的話, 大概是有五百多平米, 一個洋房, 他的花園大概有兩三公斤吧, 而且他研究是非常之好, 儀器要什麼有什麼, 經費非常充足, 博士生博士後都可以收到, 他要放棄了, 回來, 幹嘛, 而且除了我是香港人, 那時候廣東話也忘記了很多了, 回來以後, 他也剛回到香港, 裴正教會去講夜典禮, 而且要講四十五分鐘, 哪有講這麼長的, 在美國的話, 講一十五分鐘, 二十分鐘, 你現在已經睡覺了, 我廣東話那個不行, 我全寫下來, 我從來不寫稿, 全寫下來, 寫下來以後還有注音, 但是我還能講一點的, 其餘那些主要都是台灣出去留學的, 因為我那個年代主要台灣人多, 來的時候不會講廣東話, 有些誇口說幾年以後就學會, 結果退休的時候還是不會, 假如不是九七的話, 他要到一個殖民地來當二流共鳴幹嘛, 但是為了這個事情, 香港就很多政客, 就把我們看成眼中定了, 這些人親中, 一周看, 那個時候再找過, 有人說你親中, 我說, 大概是吧, 作為一個中國人, 你覺得我應該親日還是親額, 還有就算親中的話, 也不需要排英排美吧, 把這個世界大同嘛, 結果過了一個禮拜登出來了, 說是, 問吳家瑋是不是親中, 他竟然承認, 今天還是啊, 親中還是罪名啊, 啊, 我沒去查過名單, 我想你大概有, 上黑名單是有道理的, 我上這兒看黑名單, 可能還不只你一個呢, 啊, 不, 我們當時當校長的時候, 有一位, 中黨的小塔子, 不清中黨, 嗯, 所以科學院後來照到他邊上, 是有道理的, 啊, 我們認為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一定會為香港帶來新的氣象和新的前途, 我到現在還是相信, 但是沒有想一等要等這麼多年, 等了二十年, 還是不很清楚的, 因為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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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京前途, 是要有各種領導的, 英國人走了, 英國人宅 Flynn, 這個, 澳門呢, 也有好處, This, 這個, 图 uncheck人沒有想好, 所以沒有本地化, 他走了以後, 就空白了, 你可以找人, 香港他已經全安排好了人在那兒, 那麼中央支持到這個程度, 現在, 就是, 一直通車啊, 這個十五年來啊, 就是公務員zel到, 這全世界沒有公務員都走到, 公務員常常不錯的, 那裡的公務員有些是專家 kommAnd KLONG, 就是你在港大畢業,英文很好,考了AO, 然後立刻就當公務員了,升官了, 然後兩三年換一個位置, 說不定還是英文不想你來太久學東西呢? 在普通專頁說是通才,這個很好, 通才就是什麼都行的, 其實因為政策是他做的, 然後這些人替他執行,執行本質很好, 現在效率還是蠻高的, 但是自己沒有專業,而且是換來換去, 我們現在的教育局長是一個非常好的官員, 但是一輩子就是沒管過教育, 你給他四五年的話,他們都能學, 是聰明的人,而且是肯做的, 但是這個制度知道這些事情沒有發生, 那麼現在十五年了,我相信會有變化, 明天我會談這些, 所以這些有志之士, 覺得他們應該能夠幫香港在經濟、科技、 教育上面變成華南的龍頭, 香港應該是變華南的龍頭,是吧? 這些人,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 他們是台灣留學了出去的, 那麼香港人也有,但是比較少, 因為香港我那個時代, 一般的人念英文書院, 一般人也不是去港大的, 那就是去英聯邦的學校了, 另外一般是念中文學校的, 那我們只有香港大學,不懂英文, 不可能進去, 所以我在憑政畢業的一百三十幾個人, 大概四分之一去了大陸升學, 四分之一去了台灣升學, 四分之一沒有人升學, 還有四分之一像我這樣的, 就到處想辦法出去, 我爸爸是劉美的, 但是我們家裡窮, 所以要找一個地方去, 一定要有獎學金, 所以我去了一個小鎮上, 只有三千人的小鎮, 學校只有八百個, 每個系只有一個教室, 數學系的教室是八十歲了, 所以我一年裡面, 就算畢業了, Double Major Summa Home Laudy, 什麼都不懂, 所以後來是苦得不得了, 假如各位有興趣知道, 我們那個十億年裡面, 怎麼苦發的話, 花二十塊錢在網上, 就可以買到一本書, 叫做羊墨水, 是福丹大學出版的, 只有簡體字, 這個賣書沒關係, 我們這一類書都是沒有稿費的, 你這個出版的時候, 給你五十塊就不錯了, 因為沒人買的, 不過這個裡面呢, 我希望內地的青年, 很多青年英文講得非常好, 對美國好像很了解, 但是他們了解的美國, 是好萊塢的美國, 因為他們看電視劇, 看Sex in the City, 看Prison Freak, 嘿, 有些高中女孩子講話, 講得完全是洛杉磯口音啊, 每一句話裡面, 中間有一個like, 還有的知道的是, 美國政客的話, 尤其是反華的話, 但是美國真正的中部, 美國人怎麼生活都不知道, 所以我讓他們跟我一起活, 等於是我跟我愛人, 要了解中國大陸的情況, 是看金婚看來的, 五十年, 金婚裡面, 金婚很好看, 沒有高潮, 沒有傷痕文學, 我們就跟他們一對夫婦, 活了五十年, 所以我這樣寫的, 裡面怎麼追老婆的, blow by blow, 每天怎麼追的, 怎麼破壞的, 女生所設的規矩, 要怎麼全寫進去了, 我老婆氣死了, 不過她是小時候, 在上海念法國學校, 後來法國小學, 後來到日本念美國中學, 所以她的英文不太行, 講方言都可以, 三種都可以, 但是看不太行, 所以她沒有看過這本書, 她看過的話, 她還要氣, 其餘的都是台灣出去了, 因為香港是中學出去了, 念本科, 念完以後還是比較年輕, 比較靈活, 常常就比較能夠適應, 那麼香港人在說呢, 我們看的比較眼光短, 就去打工了, 就創業了, 但是台灣呢, 那個時候是要大學畢業才能出去留學, 而且只有女生大學畢業才能立刻出去, 男生還要兩年軍訓, 當育美軍官才能出去, 所以出去的話, 就是念數字學位了, 但也不會一年, 就是很多人念博士了, 念完博士以後, 28歲, 30歲當了博士後, 這個適應已經沒有香港人那麼強了, 所以當教授都特別多, 所以其餘那些同事幾乎全是台灣留學生, 說到大學畢業以後, 過兩年才出去, 那個時候我們同事裡面有化學系的創系主任, 就是常常跟我說她失戀的故事, 那個時候很多台灣留學生會有這樣, 在大學裡面談戀愛了嘛, 然後女孩子本來就早熟了, 還要早出去兩年, 到男朋友出去的時候, 她已經念完說事了, 再念博士了, 再說呢, 也已經比較洋化了, 甚至於可能有個外國女朋友, 男朋友了, 再說呢, 這是移情別戀的很多, 所以在台灣大學畢業非戰實戀, 又是失戀了, 那個化學者很有意思了, 我們在談話的時候, 她就開始說她失戀的歷史, 好像眼淚鼻涕這樣講, 他們願意來, 主要是因為在台灣, 中國文化的基礎好, 而且是有民主意識, 這一點老蔣還做得蠻成功的, 但是我們後來發現, 我有誇張一點, 一百個台灣出去留學生裡面, 那個年代, 中國還很亂吧, 八十年代, 他們做研究生的時候, 還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所以, 有些文革還沒開始, 他們做研究生的時候, 文革開始了, 在文革中, 所以, 大概一百個, 這個裡面, 可能有了三十個, 對亞洲還有點興趣, 可能那三十個裡面, 有了十五個, 對中國有點興趣, 裡面可能有七個八個, 會在多少年以後, 會回來跑一跑, 我自己第一次回香港, 是十五年以後, 那個時候也買不起飛機票, 這個, 不像現在這麼方便, 所以, 七八個裡面, 回來玩一玩, 不像現在, 大家來旅遊那個時候, 沒有什麼好旅遊的嘛, 這邊, 然後裡面可能有個三個, 五個, 會說, 回來單一段時間, 可能三個裡面, 有兩個, 說, 可以來這兒, 考慮, 到香港來到這兒, 來教書, 或者是回歸啦, 可能兩個裡面有一個, 真正回來的, 一百個裡面可能只有一個, 但是這個是蠻有意思的, 尤其是釣魚台運動, 那個時候讓台灣的, 有自知識的那些學生, 開始注意中國的前途, 有人說釣魚台運動, 等於是留學生裡面的武士運動, 當然沒有這麼好好歷歷, 沒有這麼轟轟烈烈, 但是, 的確是一種輕型的一針吧, 那麼, 開始有一些, 開始要認識新中國了, 他們一直說的教育是共匪嘛, 什麼, 現在認識新中國, 認識以後呢, 開始回來了, 大概一半人看了以後, 覺得一向前面, 覺得真好, 我帶了我兒子回來四十天, 樣樣都好, 我看了, 我覺得是不對的, 我想一定是我自己思想不對, 特別跑大戰區, 感動得不得了, 也有, 楊振宁也是這樣, 後來說是給他騙了, 中國樣樣都好, 其實不是, 赤子之心啊, 他只有指令, 要一向前面, 現在還是, 九十歲, 還是持持之心, 但是另外一般人看到的情況是不對的, 懷起以後, 回去以後, 還是有這個心, 但是好好做學問, 那這個理, 有這麼一群人, 我們創校的, 開始後, 最, 替我幫助最大的, 大概是, 八個到十二個之間嘛, 十百人左右, 這些人都是, 非難做了一五國人, 後來, 大概三分之二, 甚至十分之三, 辭掉了工作回來, 這個叫做, 有知之事, 有一次報紙撒下個寶, 寫過一小段, 花篇新聞很好笑, 當年釣魚台運動裡面的造反的頭頭, 一半去了大陸, 一半去了香港科技大學, 叫出來名字想當當的, 其實廖約科, 你看好像很室溫的工業家, 他對著我們科技家很支持, 但是, 他當年是造反的頭頭, 他在美國東部站起來, 一叫口號的時候, 他在哈佛念書的時候, 一叫口號的時候, 是大家呼應的, 沈平, 我們做了物件系統, 做了很久的人, 他就是打封舍裡面, 最早最激烈的, 他在哈佛念完以後, 去Princeton去, 都是抬頭人物, 現在看來他們都是好好的學者, 現在有時候穿了照照反就好了, 地利, 兩岸三地, 香港特區, 應該是在我們這個國際地點, 應該是國家在全球化, 經濟科技教育的時候, 是應該能夠做出貢獻來的, 而珠江三角洲, 有個叫, 我把它叫做香港灣區, 對不起啊, 又是非常殺溫了, 因為這個是九十年代, 我寫過幾篇東西在信報, 後來在那邊推動, 叫香港灣區, 什麼叫香港灣區? 就是從香港開始, 到向北,到深圳, 保安, 東莞, 然後虎門, 小鴉片的地方, 南沙, 中山, 澳門, 這一圈就是珠江口吧, 那麼香港一直說, 珠江城, 好像九神二世啊, 都是我們的世界, 其實就是欠很多協議, 什麼都不做的, 就是當協議, 珠江城, 這麼大, 又有大廣州, 又有惠州啊, 山東啊, 我們乖一點就看看這個, 一個珠江口就不得了了, 這個珠江口, 我寫的是說, 跟舊金三灣區比, 它們有三個城市, 我們也有規格, 我們完全可以做到, 它能做到的, 我一樣一樣比, 文化、教育什麼, 他們能做到, 我們都能做到, 這個香港灣區, 應該是兩岸三地, 或者兩岸四地的核心地區, 是吧, 這個也很好笑, 在香港後來有人提過, 甚至有人提了說, 你講這種話, 這個好朋友, 董建華都說過, 你要把東西拿到日本去幹嘛, 不是什麼叫那邊, 只不過叫這邊, 一條線到深圳, 就是人為的嘛, 所以現在, 這些年來, 我在香港一些委員會上, 後來就失望了, 我想大概有這些經驗, 說的話沒用的, 所以我現在所有義務工作, 做的是深圳, 因為深圳的香港, 就是同一城市了, 將來一定要也好, 不喜歡也好, 不喜歡也好, 是同一個城市, 所以, 這個, 這個, 但是深圳人, 很喜歡這個, 這個叫法, 但它不叫香港灣區, 開始後叫做港深灣區, 後來有些人說, 這個是深港灣區, 然後, 假如現在深圳人, 我就講笑話了, 我說香港, 假如繼續江話下去, 深圳這樣冒奸上來的話, 將來叫深圳灣區了, 這個還有兩岸三地的, 太平洋兩岸, 我們教授裡面, 剛開始的一百個裡面, 有二十個不是華人, 有這大同思想, 想要把這個太平洋區啊, 中美關係搞好的, 有理想的人也有, 所以是兩岸, 三地甚至於亞洲、 美洲、歐洲, 這個三個州的會合點, 我們的這些教授們, 現在學生也是滿國際化的, 等一會兒我會給你例子, 這是第一例, 人和, 香港科技大學是老中青三代留學生, 攜手同創的研究型科技大學, 可以說全是留學生, 八成是留美的學生, 那麼那個時候, 我有一位副校長, 孔賢都寫過本書, 他裡面說, 這個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 全是留學生同創的學校, 好像有人說, 可能也是最後一所, 因為以後也不需要了, 這麼多優秀大學, 為什麼要去留學生? 老中青三代, 初創的是六七十年代的台港留學生, 就是我剛剛說的, 尤其是這個教育台運動的, 國際著名的大師, 我們第一開始的一百多個裡面, 好像我們開學三年以後, 1993、1994, 那個時候, 我們也就一開始, 我們計算了一下, 我們一半以上的教授, 是來自十二所大學的, 都是教得出來, 已經聽到過的, 但是裡面還有七位, 是歐美的, 就是西方的院士, 是不需要申請, 不需要請吃飯, 不需要拉關係的, 不太容易的, 居然那個時候, 現在好像剩下只有一個,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接班人, 因為那個時候, 台灣跟香港開始繁榮起飛了, 在那個情況下, 去留學人開始少了, 留學以後念博士學位的更少了, 念了博士當教授的更少了, 所以我想我們可能會沒有接班人, 當然八十年代, 內地學生大量出去, 最近的統計是, 到去年年底, 中國大陸的留學生在美國, 但是美國就十六萬, 再加台灣三萬多, 還有比地方的華人, 大中華的留學生是二十多萬, 當然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我們剛剛開始籌備的時候, 還沒那麼多, 但是看得出, 後來就看得出回來, 現在香港所有學校, 包括, 我想這個助理教授裡面, 大概絕大多數都是內地出去留學生, 這個是一個趨勢, 所以現在後繼有人了, 還有還是繼續有四海來歸的學者, 這是四海來歸, 很早我們就有三位突尼西亞的教授, 現在還在, 而且學生很喜歡他, 還有點地位, 有一位兩年半前三年, 周京五走了, 終於走了, 那個時候, 在零選委員會裡面, 有一位零選委員就是一個突尼西亞的教授, 另外有一位現在是計算機系的主任, 還有一位是工學院長, 對香港很有工學, 都變了香港人了, 當然, 因歐美這種就更多了, 我們這風景不錯, 背山面水的天然美景, 大盆展翅的雅境校園, 精選創建的學科專業, 中文這蠻有意思的, 遇事並經的教研實施, 最重要還是有心有學問有能力的教授, 我們希望的一個手勢, 以獨特的天時地利人和, 能夠迎來兩岸三地和全球的優秀師生, 這個兩岸三地, 這個大陸特別重要, 因為香港的研究生, 尤其是博士生, 幾乎絕大部分都是從內地來的, 所以每年香港人大學都11月才搞畢業, 大概是因為從前, 你知道應該因為從前夏天太熱了吧, 而且那個時候大概沒有冷氣的大禮堂, 現在變成傳統了, 但是我們學校到11月畢業年禮的時候, 教導博士的時候, 好像很多人都不在, 因為香港說要人才要人才, 暑假念完了博士就趕走了, 奇怪的不得了, 我們有這麼一種夢想當時, 一向情願的夢想, 還是一個打可路式的理想, 怎麼跳到這邊呢? 我都是自己寫的, 我還以為弄得蠻好的呢? 我們回想當年, 我剛剛說的天時地利人和, 好像都是好, 但是另外一面不好的沒說, 天時1997回歸來臨的前期, 再加上1989年學運時間, 那個1989年六四應該是影響很大的, 對香港人來說好像堅持是一個危機了, 對我們來說, 我們正好我是1988年, 九月份回到香港, 半年之後, 九個月之後就來了六四, 我去招聘的時候, 人家說, 怎麼? 這個情況, 九七以後會怎麼? 張信剛我們當了一任的工學院長, 後來我們換人了, 他後來變成是大學的校長, 他的夫人是我們追求的, 因為是加州理工學院的圖書館副館長, 在怎麼把這個圖書館計算計劃, 是非常有歷史的, 所以我們要把它請來, 那麼那次我去洛杉磯第三次了, 又是大概就這麼多人, 講香港的前途, 講香港科技大學有什麼理想, 對中國怎麼看法什麼, 他們兩位是第三次來了, 本來是玉尾回來了, 然後就, 張信剛問了一個問題, 我都不記得, 我記得他問問題, 我不記得他回答, 他說你看, 這個是1989年的7月4號, 正好是一個月以後, 他說我們還能回去嗎? 他說我當時的回答是一邊在流眼淚, 一邊在說, 你看中國就是需要, 需要我們這樣的人了, 假如這些國家漾漾都上軌道, 漾漾都做得很好的話, 多你一個不多少, 你一個不多少, 要我們幹嘛? 他好像還記得這個話, 結果當然受影響了, 但是在我們這一群人裡面, 真正受到影響的大概不到一層, 說要來的結果還是來了, 有幾位像高炳強, 一個非常強的電視公司, 他是晚了三年才來, 後來看情況還不錯, 他年紀比較輕, 但是還是來了, 地利, 香港是被人戲稱為文化沙漠, 教育沙漠, 科技沙漠, 這樣一個城市, 自由地利嘛, 人和, 好像是香港是一個缺乏遠景, 缺乏視野, 缺乏人情, 甚至於人際關係, 商業化的一個社會, 所以天時地利人和, 你要說不好也可以。 在這種情況下, 人家問了, 有可能創辦一所, 還像一樣的研究型科技大學嗎? 有可能吸引一流人才來這, 同創科技事業嗎? 有可能在三年以後就開學, 從一個山坡上, 只有荒草的, 沒有水, 沒有電, 沒有煤氣, 沒有下水道, 沒有路的一個坡上, 三年以後就要開學, 五年以後就要到, 指標就是七千人, 這個四百五十幾個教授, 能做到嗎? 有可能在短短十年裡面, 就當國際學科, 學學界認可嘛, 就說, 你們還是乾可以嗎? 這個也有意思, 我那個時候, 組織了一個國際顧問團, 因為在外國年代多了, 33年呢, 十七歲去, 五十歲回來, 所以有一些人際關係啦, 所以搞了一個, 很有來頭的, 至少是一個國際問題, 美國是, 加州大學總校的校長, Levin Garner, 跟Stanford大學的校長, 跟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國家科學基金會的主任, Water Massey, 他跟我是研究生涯的時候, 一個黑人, 同事了四年, 這個三個, 從歐盟, 是一個研究和科學委員會的主席, 這個是經過別人介紹的, 我不認識他, 是一個意大利人, 然後東京, 這個日本是東京大學的校長, 我們中國大陸是周光昭, 和學院院長, 台灣是李國鼎, 科技之父, 和這個張宗茂, 那麼, 都是學者, 除了張宗茂是非常強, 非常厲害的一個企業家, 台灣的這個芯片工業, 就是他一手搞起來的, 是吧, 其餘的都是真正的學者, 所以都, 問這些問題的時候, 都點頭, 微笑, 只有他是非常彈碎的, 一想彈碎的, 我們開會, 也就是這麼一間房, 也是這樣, 他站起來, 他說, 家偉啊, 你有沒有辦不成的, 香港這個地方辦科技, 辦不成的, 香港不能搞科技的, 結果他對了一半, 錯了一半, 我們學校可以說高起來, 但是香港的科技工業沒有高起來, 我們的領導們, 我們的政府, 東商界, 甚至於2000、2001那個時候, 香港的房地產不景氣的時候, 每一個房地產財團都來跟我談, 我高級最高級, 我們在辦公室談論, 一般來說, 兩個小時吧, 他們那時候很多資金, 但是不願意找房子, 說是要投資高科技, 正好在IT發佈之前, 要投高級科技, 當然好, 我很鼓勵他們, 但是臨走的時候, 他們一個問題, 就使我覺得完全灰心了, 這個問題, 我只好把它, 誇張的簡化成一句話, 如果投資的話, 明年有多少回收? 你不要說, 後來創業版出來以後, 居然有一個人告訴我, 他多成功啊, 這個人的一個親切, 跟經歸還有點關係的, 他很驕傲, 他一年裡面有四個公司上司, 他是經過大學畢業的那個人, 他不是念科技的, 有四個公司上司, 或現在是不是都活著, 我不曉得, 賺了很多錢, 我問他這個公司什麼, 就在歸谷裡面, 一定要有一個技術, 而且三年五年以後, 可能可以上司, 還要是賣得多呢, 是吧? 那是相當厲害啊, 一下就可以四個上司, 當然中間很多人賺錢, 發了財, 所以他話不說話, 說大概對了一半, 我的同事們, 最後要做一點宣傳, 所以給了我一些灌燈片要放進去, 這個是香港, 好像還是一個燈火城市, 不過好像對環保不是很好, 是吧? 給我這些排名, 我就告訴我, 我不喜歡排名, 你說亞洲大學, 他下次就說, 我現在是排得出第一, 天啊, 第一呢? 一直把說我們是第一, 算是一百分的話, 香港大學是九十九點八分, 我們準到這個程度啊, 最後點二啊, 連第一個數字都不可靠, 還有第三個數字啊, 再說啊, 在世界排名, 同一個組織, 他們第二世紀, 我們第四世, 咦? 怎麼會? 在亞洲我們比它高, 在世界上我們比它低, 有點問題啊, 工程科技我們排二十二, 算是很不錯, 但是我們很小啊, 人家多多少少東西是吧? 所以我說這些, 我跑到交通大學去, 一向我們排得不錯, 我就跟很多同學說, 我們非常感謝你們這麼看得起我們, 但是我告訴你, 不要把它當件事, 其實真是不該排名的, 你真一定要排的話, 一個專業排都已經不是太好, 不過我的同事們說要放上去, EMBA, 我們是跟這個, Northwestern Kellogg School一起辦的, 那個, 很多, 也有十來年了吧, 很早就已經進入前十名了, 過去三年是, 連續三年是, 三年是全球第一名, 這個就還有點道理, 因為很窄, 而且這個標準是很清楚的, 香港有一所大學, 也辦EMBA, 它這廣告當然說是, 我們是亞洲, 獨立辦EMBA的最強的學校, 但沒說錯, 不過我們有同事就笑說, 話是對的, 但是我們跟Kellogg一起辦的是, 全世界第一名已經三年了, Kellogg自己辦的是第十一名, 我們有很好的夥伴, 從頭開始就是很好的評論的夥伴, 不能說錯話, 他有他對我們的貢獻, 工商管理, 你看去年第六名, 今年剛剛發表出來第十名, 一下掉了四名了, 怎麼, 我們的教授都死了嗎? 原來是說, 以前中國大陸來的教授, 學生啊,這種算是國際的, 現在是香港的話, 就不算國際了, 所以香港另外還有兩所學校, 好像有一個調到一百名以外了, 就這樣一下就通常, 民意調查也好, 這種也好, 你要知道你的答案, 你這個題目出的, 稍微傾向有一點改變, 就有很大理去, 不過這個, 這排名, 有些我們是第四十二, 北京大學第四十六, 有些地方, 香港大學排第二十多, 好像比哥倫比亞什麼大學都要強啊, 天啊, 不是看不起他, 而是, 你想, 五所, 亞洲最強的學校裡三所是香港的, 香港變了聖地了, 變了高等教員的賣家了, 還得了啊, 你忘了北大清華, 負擔交大, 東京大學, 台灣大學, 要不要, 是, 不過我們還想感謝, 因為這個有一個好處, 因為白名高了, 人家莫名其妙來了, 來以後學生好了, 學生好了以後, 好的教授可能來, 所以也有一個, 也有一個總而來巡邏, 不過國際化, 現在很國際化了, 謝校長跟我當校長說, 香港好像只允許4%的本科生存, 研究生是三分一, 本科生只有4%是吧, 其實只有2%, 因為2%是跟本地學生一樣處理, 另外2%好像是要自己全部付, 全部的話, 就香港政府, 事實可以完全一樣, 其餘的叫, 所謂全部付的話, 就是香港政府是負擔82%, 學生自己負擔18%, 所以你家自己全費的話叫五倍了, 現在是可以有20%來自外地, 就是保管內地, 內地就是外地, 但是, 這個學費好像都是一字化, 變10萬, 而香港學生是4萬多, 所以現在有兩層了, 而我們現在學生固結來自56個國家, 這個也很有意思的, 我們那個兩層裡面, 一層是大陸的學生, 另外一層是歐美的, 所以一到放假的時候, 香港學生回去了, 回家了, 宿舍去了, 也不上學了, 所以看到的不是大陸學生呢, 現在大陸學生跟香港學生根本分不出來, 不過聽講話就是大陸學生, 就是歐美學生, 一到黃金州呢, 唯一看到的就是紅頭髮藍眼鏡的, 也有西印度人, 不過歐美人特別多, 至於這個教研團隊, 現在說是有497個位置, 我們從頭開始就是100%要有博士學位, 不是怎麼講博士學位, 我們這裏一群人就可以, 在加州的話我們可以開十所大學, 每一所都可以給博士學位, 你只要商業註冊就可以了, 所以好像我們現在內地不說, 有很多人在演技大學去拿了博士學位, 在加州特別多, 你去買中文報紙很多廣告, 你網上也是的, 說是你有做事這麼多經驗, 活了這麼多年, 這次都是學問, 都可以變學分, 這話也不是完全沒有真理, 80%來自這些學校, 那要看你是哪兒拿的博士學位, 那國際化, 看看現在我們的組織, 校長陳泛昌, 你看他是英文的, 因為他們要出去招聘的話, 先用英文了, 他是史丹佛大學的博士, 他在UCLA, 洛杉磯加州大學, 當過兩任院長, 理學院的院長, 然後去了國家科學基金會, 就是美國最主要的學屬自主機構, 當 Assistant Director, 其實在那邊, 那 NSF 是副主任, 主任是 Director, 然後下面沒有 Associate Director, 就是幾個 Assistant Director, 他是主管所有的, Physical and Mathematical Sciences, 他可以控制的, 管的錢是12億美元, 相關於今天香港, 八所大學加在一起的20倍, 香港的科研究虧真是可憐啊, 這個, 現在香港八所加在一起的, 學術研究經費, 跟美國以數第一百所, 不是說排名啊, 就是R&D Expandation, 研發經費數第一百所, 這個是數字, 所以不是這個, 這個是客觀的, 第一百所, 另一所學校每年不一樣, 大概你都沒聽到過了, 他那個第一百名的那一所, 比香港八所加在一起的還多, 類似在政經權, 見我們政經權什麼時候, 我就說這一點, 因為他那個時候, 剛剛說是發明一百八十億港幣進去, 當作科研基金, 給學術研究, 但是報上不說, 別人也不說, 好幾個校長都讚他, 我就說, 我就問他, 站起來問他, 因為我已經反正退休了, 得罪也沒關係, 反正得罪多一個人也沒關係嘛, 那我就說, 這個是增加的還是取代的? 原來是取代的, 就是說以前都是general funds, 政府每年播的, 以後這個基金就是拿回收, 那回收的話, 假如是有百分之四的回收, 這個基金要很穩重, 百分之四就不錯了, 你放銀行簡直沒有利息, 百分之四的話就七點二億, 現在就已經七億了, 一點沒增加, 就算百分之五的話會收, 九億還是比那個第一百所要收, 所以我說, 繼續這樣下去嗎? 我們這樣就變成知識經濟, 整個香港所有研發經費, 政府說的是GDP的百分之0.69%, 人家都是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 香港還是政府說的數字, 中間可能還有一些空間, 不過我講完以後, 有一位現在不是教長的劉教長, 站起來就說, 我跟武教委不同意, 我覺得香港政府對我蠻不好, 那朱金有業站了一下, 他現在在爭取, 香港這樣的話怎麼搞, 後來我跟劉教長說, 這樣的話, 你還說是你的學校是一流的研究進行大學, 這可能嗎? 四個副校長, 本來我只有三個人, 現在我加了一個, 他是管籌款跟一些國際關係的, 他的背景很有意思的, 他是在中國深圳, 美國長大的, 華盛頓大學的數學博士, 後來去空軍大學教書, 做到美國的空軍上校, 再上一屆就是將軍了, 然後美國把他派到北京這個美國大使館裡面去, 當這個主要的顧問, 過了兩年他到香港來了, 在香港歐尹登, 是香港這個總商會的執行主任, 這個總裁啦, 做了九年, 這個是第一個華人, 在香港總商會上頭, 然後他不做了, 跑去Starbuck的亞太區的總裁, 他做了一下便是Toys R Us的主裁, 然後在立峰說, 他做了以後呀, 到我們這兒來做副校長了, 我說你這個薪水一定是減了很多倍吧, 黃玉山是土生土長的, 是念生物的, 是加拿大的博士, 他也是人代代表, 所謂香港的福建幫, 他是管行政方面的, 這個史維, 史維有人說, 在哪就說, 是六十一個張立剛, 非常強的, 密之根大學的, 他是學術副校長, 等於我們中國有說, 第一副校長, 首席副校長, 他是來的只有一年多, 非常強, 還有一個也是土生土長的, 香港是香港人, 然後呢, 是在這個MIT一年博士的, 四個背景都很不一樣, 更不一樣的是這個院長, 一位是女士, 易如哈佛的博士, 在哈佛工作過後, 蠻早就回來的, 是中國有科學院院士, 搞生物, 生物科技很強的, 這個就一位, 突尼西亞的工學院院長, 浮渡大學的博士, 商學院院長第一個是陳玉書, 是香港人海南省, 他生的時候是廣東人, 後來變了海南人, 因為海南省成立生了, 陳玉書現在是領南大學的校長, 第二任是陳家強, 現在是香港的經濟事務的局長, 他是第三任的, 是Berkeley的博士, 然後呢, 人文跟社會科學呢, 是一個美國生長的, 一個美國人, ABC, 是芝加哥大學的博士, 李正道的兒子, 李正道的兒子沒念科學, 你看, 背景還不一樣, 很過激化, 是吧? 這個我大概不用說話了, 大概也不用說了, 我要為香港吹兩句, 香港很有歷史的, 高爾西州這個島上, 我們看過這個島上, 馬惠, 多少年前, 是多年前吧, 搞了一個公眾的高爾夫球場, 我是不打球的, 所以我不打高爾夫球, 所以我沒去看, 但是他們說在局的時候, 局到東漢的文物, 2000年前, 後來我在這個, 看過這個展覽, 非常好的陶器的一件事, 所以香港那時候, 已經有文化了, 這個島裡面, 很奇怪, 明朝的時候, 有海軍, 八條船, 叫水師, 八條船, 兩百個水兵, 那麼, 據說, 荷蘭人給鄭成功, 給趕出來, 台灣趕出來以後, 就想來, 跟這個, 葡萄人爭奧盟是吧, 好像也沒爭到, 想到香港的福塘州, 在這邊過去了, 結果給我們的海軍, 給擊退了, 明朝時候, 很可惜, 大概一世紀都不到以後, 我們的海軍, 給我們自己的海盜前列了, 東江遊軍隊, 就在這個山裡, 很出名, 東江遊軍隊的這個支隊, 所以香港蠻有點歷史背景的, 看出去不但是風景, 還是有歷史有文化的, 可惜就是, 香港人都不知道, 而且不想知道, 我們的官員更不想知道, 可能, 不要說新界的, 連九龍都不來的, 所以最後, 究竟是一向前面的夢想, 還是打刻入石的理想, 能不能辦一個像樣的, 研究性科技大學吧, 大概有可能, 能不能信一輪才來嗎, 大概是有可能, 能不能三年後開學, 五年後達到指標嗎, 有可能, 短短十年裡面, 就至少認可吧, 離開我們當時的理想, 很大的差距, 前天我在香港科技大學前, 兩時間到了, 我在那邊說, 遠遠超過一小時, 教授人就是長期, 尤其我, 我在那邊說, 跟學生說到我們的資源, 就有一個學生說, 不是你說要在亞洲扮演MIT嗎, 我說我從來否認這一點, 在舊金山我回來之前, 有記者問我, 是不是你要到亞洲去扮演MIT, 我說不可能的, 第一,我們哪有這種資源, 而且MIT做的都是基礎研究, 很多它的成果後來都是研發的, 有產品的, 但是不是它做的, 它是學術研究, 它周圍有國家研究所, 有工業界的研究所, 它什麼成果出來, 人家拿走了, 然後裡面的人出來創業, 什麼, 我們香港, 不可能全做基礎研究, 不做一點應用研究的話, 香港人就說養你幹嘛,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搞了一個SuperNet, 後來搞了文學, 就是要讓人家看, 這個學校還是要做應用的, 雖然我們主要是要做學術研究, 還有呢, MIT很多經費是國防經費, 第一, 我們不可能拿到地, 我們也不想做對方那些東西, 所以根本不可能, 所以我說二十年之後, 現在正好二十年了, 我們假如能夠做到像 Carnegie Mellon那樣, 我就很滿意了, 記者出去寫, 就說, 吳家瑋說, 以後十年裡面要在亞洲建成MIT, 後來我吩咐多次也沒用, 幸好, 我的接班人出現, 我一來, 越來越來越講出說, 我們就是在建亞洲的MIT, 香港播出, 正有志祺。 有人說, 香港科技大學是個奇蹟, 並非如此, 離開我們的理想還遠, 有些地方我們比Carly KM做得好, 但是很多地方還比它差的, 真是跟我們的要求還是差很多, 但是我們只有夢想有理想, 我們說實話幹事實, 所以現在高等教育改革也好, 串敗新的大學也好, 改造大學也好, 要立足於現實, 注目於未來的話, 夢可成真。 龍年, 我同事們說, 咦? 他說, 要代表我們的學校, 我沒有資格代表我們的學校, 因為我什麼政府都沒有, 就是1588M, 但是至少香港科技大學 要向澳門大學致敬, 謝謝。 謝謝老師, 吳中文教授的精采演講。 吳中文教授的精采演講。 謝謝老師,